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我们在高速那边开车 由于车速比较快 所以危险程度比在市区都会增加很多 要么不出事 出事就可能是大事 所以我们在高速那边开车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么几种标线 大家一定要一起重视 第一个就是导流线 一般情况下 导流线出现在高速的互通 包括服务区的进出口 这些地方都会出现导流线 有一些不懂规矩的司机 喜欢把车子开到导流线上去临时停车 甚至有一些走错路了 把车子开到导流线停在那个地方 然后在那个地方插导行 这种情况先不说压到导流线 会不会扣分罚款的问题 最关键是你在那个地方停车 极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 把自己的小命给丢了 第二种就是震荡线 一般情况下在高速上面 上长坡下长坡或者拐急弯 或者这个路段很容易结冰 在这些路段上面都会出现震荡线 而且震荡线不止出现一次 会有好几次的出现 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苗哥 现在这个视频里面 这个车子在经过震荡线的时候 都会出现啪啪啪啪啪响 所以大家如果在高速上面开车 出现震荡线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你能看见 第二个你能感受到你的车子 走过震荡线这种震荡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 适当的把你的速度压一下 减一下速一定要提高警惕 因为这样的路段 设置震荡线肯定是有道理的 要么是事故高发区 要么是这个路段路况不太好 第三种就是视觉障碍线 这种视觉障碍线在很多长下坡 长上坡或者这个事故高发区也会出现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里面 像这个视觉障碍线 就是在高速的车道分界线旁边 就会有很多种锯水上的短线或者画质 让你看到去感觉这个车道它比较窄 比平时的车道窄一些 其实它是在视觉上面给你形成一个障碍 提醒你减速 所以经过这样的路段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标线的时候 大家也要习惯性的把脚从油门上面移开 放在刹车上面 清新的可以把刹车点练一下 然后不一定踩下去 第四个就是在有一些路段 尤其这些山区的路段 在高速中间的分界线这个地方 突然出现很多一闪一闪的灯 外加车道分界线旁边 出现了一团一团的这种白色的图标 这个时候代表这个地方是多雾路段 一般情况下 如果当前天气不是非常晴朗的时候 也要开始习惯性的减下树 甚至把眼光放长一点 看前方有没有出现团雾 有没有出现起雾的情况 尤其是在南方山区的一些高速公路上 这种路段还是比较常见的 第五个一种就是用不同的颜色 来区分的一些路段 比如说前方要经过长的隧道 或者经过隧道群的时候 接近路口的地方 会用这种红色的沥青来铺路面 这个时候你远远看见 那个地方的沥青是红色的 跟其他地方的沥青不一样 这个时候你就重视了 前方可能出现一些特殊路段 也要习惯性的把你的脚 从油门上面移开 移到沙车上面来 把车子的速度压一下 以上几种就是描改给大家总结的 我们在高速上面可能遇到的一些 需要大家非常一起重视的一些标线 这些标线有些是不可以压的 有些是提醒你要减速的 所以大家平时在高速开车的时候 遇到这些标线的时候 一定要提高警惕 千万不要再按照你原来的速度 一股脑的铺路跑下去 因为你可能按照这个速度 跑下去的话 说不定就会发生一些没必要的车祸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给大家讲清楚了 对大家有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